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G.js详解 我是你的七星讲师 艾米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要带领大家进入到VUG.js详解 它的第八节 我们取个名字叫VUG的列表渲染 上一节的最后 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我们说过 程序 它有调 这个 它有直线的结构 要选择结构 那么还有一个是循环结构 对吧 那没错 我们的这一节 我们就主要围绕循环 这个for 围绕着它来转圈圈 那么上一节 我们的这个选择 的话 关键词也if 那我们前面加了个V VUG 那么这回我们的 关键词也不会错 它绝对是VUG 那么我们这一节 我们就围绕这么五个 主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会讲一下VG4 然后呢 同时还会也会讲一下这个Template VG4 这两点确实跟VGF很像 然后我们会讲一下数组变动的检测 因为我们都知道设计到for循环 那么肯定是对象数组等等等等的 那么数组它是变动 我们又该怎么去检测它呢 好 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会讲一下这个对象VG4和直语VG4 以及我们的什么排序过例等等这些的怎么显示等等等等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好 直接什么是VG4 使用VG4指令呢 我们可以基于一个数组来渲染一个列表 好 那么这样的这一块命令 我们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们发现它的语法格式跟我们的if非常的像 但是呢 后面根的值却不像 那么这一点的话 如果是学过Angler的同学们 应该会发现 确实前面有个字 然后后面呢会跟着我们的一个数组名 那么这一块的items initems好 这种固定的搭配 那么items很明显是我们实例当中的一个数组 它的数组的名称 对吧 items 好 然后后面根的是一个数组 那根的是一个数组之后呢 我们前面是item initem 然后呢item就相当是我们数组的每一个的一个一个的值 然后在这里我们是把这个VG4给它放到li的标签里面 那么它数字有多长 就会生成多少个li标签 然后呢 在li标签里面会显示的内容 就将会是我们指点item的 那么第几个item就将会是第几个数组所对应的值 好 多说无益 我们还是看一个例子吧 在这里我们就这样 在div里面 好 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把我们的实例板定到这个div里面 作为它的作用域 然后我们的span 我们在里面写了一个span 那vG4 text in inner text 好 text in inner text 里面我只写text 那么注意看 我们的在在我们的这个实例里面 我们的这个text这边只有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有一个字符串 好 两边都是两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就像这样 vG4 text in inner text 然后里面就是两个双花过号 然后我直接把text插入到这里来 那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显示成什么样的效果吧 好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它显示出来两块 一个是大家好 一个是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行 那么就相当于说 把我们的数组给它放进来了 那我们在在cancer里面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好 它有两块span 生成了两个span 一个是大家好 一个是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行 我们就像这样 生成了这样的两个span 那么这两个span 是因为我们的速度 它的长度为2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组里面只有两个值 那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 我们会发现 inner text的就是这个数组的名称 好 这个没有问题 数组名称就像这样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用text in inner text的话 那么text的 它就是我们数组的值 那比如说 这个数组是 长度是2 也就是说 我们将会生成两个这样的标签 那么第一个 它就会显示 这个数组里面的第一个值 第二个就显示 数组的第二个值 那么这种说法不太专业 要专业一点的话 我们都知道 数组它的下标是0开始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它会生成几个标签 那么 这一个 首先它是第0个 第1个 第0个它就会生成数组 下标 中第0个 下标为0 它所对应的值 把它存储到了 第0个text当中 然后呢 第1个 它就会存储第一个text当中 所以呢 我们就会像这样 第0个 好 第1个 行 像这样生成了这样的两个数组 行 这个 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 v-4 好 v-4 这种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种语法 但是呢 在我们的VOE里面 针对我们的这个v-4 这种的渲染 数组的渲染 它稍微做了一点点增强 怎么增强呢 好 我们仔细看一下 首先 它的增强是能够反问 副组线 作用界内的属性 以及数组索引 index 好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变量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编码在这里 好 我们的这里有个parent message 但是这一块 然后有index 还有这一个item message 是这样来的 我们仔细看我们的数组 但是我们的parent message 它是在数组之外的 好 数组之外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循环体里面 v-4的里面 它这个块内 它也能够反问它 并且呢 有多少个li 它就会写 它就会反问多少遍 并且把它的值显示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index daraindex 好 学过angular的 或者说是 我们有一些 js的这些语法基础的 那么刚看index 或者应用好一些的话 我们了解index 索引的意思 那么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 好 这个它应该是数组的下标 因为它就起到了一个索引的效果 那么最后一个就没有说的 它就是我们的值 行 那么我们还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例子 也来演示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一样呢 我们在数组 然后数组的外面 我们也插入一个内容 数组外面插入一段内容 好 数组外面 我们有一个叫inner tag inner title 好 inner title 我也是一样 放到我们的循环体里面 然后呢 对于我们 然后呢 紧接着的一杠 后面我们就有一个 daraindex daraindex之后呢 一个冒号 后面才跟着是我们 数组里面的text 行 我们先看一下 它生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吧 行 我们会看到 它生成的是 插入内容 一杠 零 大家好 插入一杠 零 一 插入一杠 一 欢迎来到卖子学院 好 我们仔细对照 首先inner text 插入内容 来自我们的inner text 行 就是这个插入内容值 放过来 然后 紧接着呢 这里有一圈横杠 横杠的前后 各有个空格的分别 就是我们的这一段 它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双框后 插入的是我们的数组的下标 那么第零个 第一个 OK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在下标完了之后 后面已经跟着有个冒号 行 冒号在这里 然后呢 再接下来 就是跟着的是我们的数组里面的值 好 那么第零个值是大家好 第一个值就是欢迎来到卖子学院 OK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下标的这一块 那么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两点 一个是我们的下标index 一个是它快乐也可以访问数组之外的内容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V-4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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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